这第六天魔王波寻到底是有多么的恐怖 他竟让佛祖世家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世家已经被黑暗完全的吞没 就在刚刚世家成功的度化了灵符 那个纯真的表情也终于再次回归 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这一场人类胜的时候却又意外发生 只见灵符被打掉的两颗恶魔之脚 竟突然动了起来 只在瞬间便钻入小灵符的体内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做出反应 而小灵符的表情也痛苦到扭曲 而随着他的一声大吼 竟从嘴中吐出两条飞龙 这一幕让一旁的世家无比的震撼 突然两条飞龙急速而下 瞬间便将小灵符完全吞噬 他大喊着世家救我可是为时已晚 那掀起的飓风根本就让人无法站立 风平浪静之后 在世家面前的也只剩下一个球体 此时的世家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但又不能完全确定 这时一只大手破茧而出 而世家竟下意识的向后退避 只因为他的未来是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的漆黑 而让佛祖世家如此忌惮的正是第六天魔王 波寻 看到眼前这个敌人 世家并不会感到陌生 这波寻绝对称得上是自己最强的心魔 原来在世家的教义里 这个世界分为三界 分别是色界 欲界 无色界 而欲界又分六天 而这波寻正是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魔王 相传世家在当年的修行中曾多次受到波寻的干扰 世家推崇六根清静 可这波寻偏偏代表了人类的烦恼和欲望 这注定是世家一生的敌人 可无论你是佛还是魔 两者之间都是对等的关系 就像世家之前所说 当光明照耀你的时候 你黑暗的影子一定会出现 而这千年之后 世家再次面对这个最强心魔 一滴冷汗竟流了下来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宣念似奇 而世家还能否再次战胜心魔 度化云云众生 让我们拭目以待